為什麼第一次玩就這麼厲害? 其實之前拍戲就有拿過槍的 但是就沒有試過開槍 那這個射擊場他們玩的是實彈來的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覺得挺好玩 不過可能我一向手比較定 所以就會容易射中一點 有沒有愛上了射擊 我覺得我有興趣的 如果可以再練習一下就好了 我覺得是一件挺好玩的事 很考這個專注力 要很集中 然後要很穩定 可以訓練到某方面的才能 7月我出了兩首新歌 一首叫《社級無情人的情書》 一首叫《後來的你我》 《社級無情人的情書》 我是因為喜歡它的歌詞 但是其實它整個曲風 是會比較懷舊 不是現在最新的東西 但是那個歌詞 因為我選歌都是要選到一些自己有感覺的歌 《後來的你我》 這首歌是一首很開放式的歌詞 就是它的歌詞是很開放式 整個歌詞都好像是一個疑問句 它沒有說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不停地說 後來的你會怎樣 後來的我會怎樣 你會不會已經有第二個 你會不會已經為了第二個 在國寫自己 那樣東西 我覺得是很表達到一些 情侶剛剛分手之後 就是那種放下不了對方的感覺 放下不了對方的感覺 其實兩首歌都比較悲想一點 就算我接下來錄了那首 《社級無情人的情書》的粵語版 我們改了名字叫做 《根本故事都跟我無關》 這句 為什麼我用來做歌名 是因為這句歌詞是最觸碰到我的 那我就跟《天詞人》商量 那就變成了一個歌名 它原本的歌名叫做《疏語》 那也都是寫一些關於感情的故事 就是有很多的感情 可能你未開始就已經結束了 就是你想開始 但是發現 和對方其實不是一路人 就是發現對方 你有心 但是對方沒有心 就是這一種的情況 就是很多人遇到的一些經歷 那我和《天詞人》 去商量這份歌詞的時候 其實我是寫了一篇文章給《天詞人》 所以現在那份粵語歌詞 其實就很貼近我心中想的那個故事 就是有很多歌都說 一齊 分手 我不開心 但是我很想寫一首歌 是根本就沒有開始 根本就沒有開始過的心痛 就是人世間在感情上 最難的就是愛而不得 就是最難過是愛而不得 另一個就是曾經得到過 然後失去 那我們這次就寫愛而不得的感情 有很多的感情 還有一陣子沒有出廣東歌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還好 就是很久沒有唱廣東歌是真的 因為我想對上一次已經是2016年唱最好善 那這次再唱的時候 感覺很不一樣 就是我希望可以唱多些廣東歌 然後我自己也很希望唱歌表達這一方面 可以做得更加好 所以就突然間發現一件事就是 其實演員演戲不停地在做人家的角色 在做人家的人生 只有唱歌是可以真正表達到自己的東西 那我希望自己無論是在技術上 或者是演繹上可以突破到自己 希望可以呈現到那件事更加表達到自己想說的東西 那就是 接下來可能會多些粵語歌會出街這樣